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联邦信用卡 在2023年到底好不好用 手上有7张卡片 一一跟你分享 你可以看到这边 我把联邦的信用卡 依回馈比例的 由高到低做了一个排名 最高的有到联邦绿卡15%回馈 甚至连最低也有2%的现金回馈 到底这些卡片怎么用 第一张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联邦绿卡 联邦绿卡在两年前就推出来了 但是在2023年 它做了一个很棒的加码 指定的绿色通路有到15%的回馈 比如说像电动机车 特斯拉 狗狗肉 e-moving 车马机等等 这个是有的 还有像共享交通 i-rent go-share zipcar wimo scooter 还有smart2go都有 还有像苏食餐厅 Miyakusina 小小素食 阳明春天 还有宽心圆等等 也是有的 像生机选品 领人 圣德科斯 Aesop 10分之10 hope 还有像绿色捐赠的部分 中华民国荒野协会 台湾千里步道协会 看见齐柏林基金会 还有主付联盟 你每个月可以刷3570亿元 可以拿到多少 最高是536元的刷卡回馈金 你只要申办电子化账单 就可以享有下面的五大通路 15%的回馈 每个月合计上线一共是500元左右 活动期间是2023年的1月1号 到12月31号 你只要年收22万就可以申请的下来 第二个亮点 生活消费最高有3%的现金回馈 只要申请电子化的账单 还有设定自动带扣脚 就可以有最高的3%刷卡回馈金 那有哪些通路是可以拿到3%回馈的 比如说台电 台水 还有北水的部分 还有瓦斯费 像大台北 新泰 新星 新海 新潮 新中 新桃 阳明山 新南 新熊 跟新高 那还有像电信费的部分 中华电信 台湾大 可我来上车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联邦集合卡 它是2023年的旅日审卡 在国内消费也有2%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非常适合喜欢现金回馈的朋友 那在日本地区有3.5%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如果你把这张卡片绑定在Apple Pay里面 只要在日本做感应支付 它会走的是Quick Pay的通路 你就可以拿到1.5%的加码 那每个月 你大概可以刷个66666元 都可以拿到额外的1.5% 所以加起来最高 就是有5%的现金回馈 那这张卡片还有什么优惠呢 像日本乐天市场跟日本亚马逊 也有5%的现金回馈 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就不用担心免费的问题 有兴趣的话 这边也可以找QR Code来申请 第三张要推荐的是联邦赖点卡 这个卡片 其实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它在多年前有倒图卡的事件 换了一个比较像是 类似金属卡的卡面 国内2%LinePoint点数回馈无上限 海外是3%LinePoint点数回馈无上限 基本上只要海外有大于1.5%的 都可以拿去外面用 这张卡片还有另外一个亮点 我会把它拿来Apple官网 或者是Apple的实体店面来做刷卡 那你可以在事后在网络上面 登记最高有18期零利率 所以你就可以吃到2%的点数回馈 再加上分期零利率 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卡片 只要申请电子账单跟绑定LinePoint 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有兴趣的话 这边一样可以扫QR Code来做申请 下一张是联邦幸福M卡 它主打的是最高有6%回馈 在哪些通路呢? 像是旅游、交通这些通路 最高有6%的现金回馈 我个人觉得很不错 它的卡片基本权益 就是国内有1%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海外有3%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如果把它拿来扣交卡费 可以有1.5%的现金回馈 再加上最高分12期零利率 所以这张卡片目前可以当作是一张缴保费的神卡 那这张卡片呢 你只要申请电子账单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了 所以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扫QR Code来做申请哦 再来要介绍的呢 是微风百货的专无卡 这张卡片呢 是微风的JCB卡 微风它有3个不同的卡币 我选择JCB的原因 是因为它背后可以附加约有卡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拿来抢每个月1号早上9点的JCB10% 有抢到的话呢 这张卡片也是很好用的 除此之外呢 这张卡片呢 你可以在指定的管别 刷3000块有300元的电子礼券 活动期间是2月23号到12月28号 微风无线卡在指定管别来停车 有最高4个小时免费停车 天天都可以让你停哦 微风影城呢 购票有天天六五折 那甚至周四shopping day也有八六折的部分 这张卡片申请首年免年费 或者你申请的是Visa白金卡 一年刷10次 一样也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可以直接扫码申请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两张套牢卡 这个大套牢小套牢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跟大家解说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联盟小套牢卡的8%回馈 活动期间呢 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基本上它会一直延续 年费5000块钱不可减免 但是它每个月会回馈450元到你的账上 450乘以12再扣掉5000 等于是400元的回馈 所以这是一张正收益的卡片 每年呢缴年费 每个月固定刷450 就可以拿到400元的刷卡金 那非常适合拿来做 所谓的固定扣款的消费 比如说你的健身房月费 或者是影音串流 每个月固定扣款的部分 这张卡片来扣的话呢 你就可以不用担心 每个月是不是少刷450 或者是忘记刷的部分 那另外一张大套牢卡呢 它就理财型无限卡 它的年费呢更贵了 来到12000 但是呢 它每个月回馈你的更高 叫做1080元的回馈 到账上来扣底新增消费 所以1080乘以12叫做12960 12960扣掉年费12000之后呢 倒赚960元 所以呢 这也是一张正收益的卡片 不过呢 你每个月都要至少挤出 1080元的消费 如果你有一个月没有消费到 那就拿不到回馈了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 它是套牢卡的原因 因为你每个月都要固定有消费 所以它非常适合来做什么 固定扣款的消费 像健身房月费 或是影音串流的费用 只要有固定扣角的就有了 或者是你每个月固定 拿这张卡片去做加油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这边呢 我帮大家争取到一个很棒的专案 这就是Visa联邦绿卡的活动 最高有到1200的回馈 到底怎么拿呢 一般而言的话 新户手刷里只有刷1288送500 但是本团有争取到 跟团上车 可以多拿到100元的超商礼券 是联邦新户赶快来申请 最高就可以拿到官方的600元 那本团加码最高600怎么来呢 就是一般成员呢 上车有295点 那如果你是悠悠班 可以拿395 基础班可以拿495 那以救护身份呢 再加办其他三张联邦卡片 每一张卡片可以拿35积分 最高就是再多拿105 一般成员可以拿到 宝可梦加码的400积分 就是可以换400元的超商礼券 或者是悠悠班可以拿到500积分 换500元的小七 或是全家礼券 那基础班成员最多 可以拿到600积分 那就是换600元的超商商品券 所以最高就是有1200元的回馈 当你完成了 在这个新库上车之外 这三张救护的卡片 一定要记得办下来 联邦集合卡 联邦幸福M卡 跟联邦赖典卡 三个卡片 完成任务之后来回报 我就给你35积分 所以加起来最高就有 400 500 600积分 完成任务之后呢 别忘了来回报领奖 好 来讲一下结论 其实联邦的卡片 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不线性救护 都可以拿到卡片的回馈 差别只差在 你办哪一张卡片的 新户手刷里比较好而已 那这一次呢 本然加码最高来到 1200回馈的 就是联邦绿卡 所以我非常建议 你先以这张卡片来做申请 接下来再来依序办完这些卡片呢 你就可以拿到整套 完整的联邦信用卡 那不论是2% 3% 5% 7% 10% 12% 这些回馈呢 你全部都可以一网打尽 所以呢 这是2023年 联邦信用卡非常好用的地方 宝可梦做了一集节目 来跟你分享 如果你身边也有朋友 对联邦信用卡有兴趣的 想要透过自动带扣脚 来赚3%回馈 或者是常常去吃蔬食的 有15%回馈的 都非常欢迎来参考这支影片 然后呢 办适合的卡片来省钱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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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